你們這些議員、香港市民沒有齊心爭取福利 我們不想搞得到社會 這些叫齊心 他有壓力才叫做肚子 很多民生的事 你政府賺那麼多錢大股東 你就拿錢出來中結 那五元多事做甚麼 你不用說那五元多事 你不用叫他減價 幾個政府中鐵 遠程的上班的人我中鐵多些 上年幾的沒有納稅單的人我中鐵多些 沒有衰納的人我中鐵多些 搞得好 沒有物業拿手 沒有資格納稅的人我中鐵多些 你不用說那麼多話 在那個交通廢話 很簡單為何簡單那麼複雜 身無恨賊 給他們租地方居住的 要花那麼長途發打工的 要你便將鐵多都不用理你 在這裡的了 第一個問題 講燈的大班號召市民反對引入電力 怎樣看呢 多達這件事 影響他的利益 你卡成 他不反對 當然反對 但有辣有不辣 要小心的 因為國內一向供電不穩定 全面都引中了是危險的 即是要有一個機制 就說我是引中你 香港人是受益的 便宜了 就不用被財團弄斷 但你要計好這條數 萬一停電 你怎樣頂得上 這個是要小心的 又沒有後著 要小心 國內停電好 所以這個是要研究的 但還有一件事是會進步的 如果他那些燃料一改良到 就會很便宜 改用什麼燃料 很多東西可以改到 很多東西可以改到 對中國那麼方便 很多東西可以改到 很便宜 但我們那些人很多 噱頭的 他又不知設了一些 死人不利 要你保證你賺多少錢 即是等於九巴加價 這個就是以前收工的八婆 就哭很厲害搞出來的 可加可減機制 哪裏有減過呢 你試過減機制 就只是有家動的 減就沒有動過 從來沒有減過 是吧 沒有幾時有減 他是按通脹加價的 他是index to inflation 他是將CBI 和你勞工處的工人工資 通脹兩個 是呀 總之他有很多辦法的 你找一間公司 買零件就報仁大數 買東西就報仁大數 買東西就報仁大數 我給你一間公司加你 我小朋友就懂得做 這個數 是不是要教你 不用不辛苦 不用精神師 是吧